西方史学史 比埃尔皮桃 他整理了包括保罗恶徒在内的多人著作 还曾自信好友建立整理中世纪法国史料 法国学者安德烈杜森编撰了古代诺曼史家著作 批评统治时期以前的法国史结家的著作等 并著有法国历史辉煌 威夷的遗迹与研究 英格兰苏格兰元二史保罗五世以前的教皇史 因此他被于法国史学之父 杜孔日著有中世纪拉丁文词典 中世纪希腊文词典 因此被中世纪语言学的创立者和拜占尼史学的奠基人 英国人萨维尔 著有彼得以来诸多作家会来 凯夫编著的教会历史著作会来 意大利穆拉托尼著作的意大利 十捧场 克兰 研究 那么